只需三种材料制作淀粉肠 烤鸭的左色第三根肋骨消取多余烤肉 没有肉的花甲 把外壳打磨光滑 没有蛋液的蛋壳 掰掉边缘氧化 放进粉碎机 两万五千转运行六万毫秒 再见了 再见便是粉末了 接着取一勺淀粉 三毫升冰倒自来水 两滴食用色素 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当成飞牛顿流体时就说明成功了 要不是怕观众等着急 这飞牛顿流体我能玩一下午 下面拿一个圆柱 把飞牛顿流体浇注在圆柱内 不用担心会漏 牛顿不会允许它漏 放进蒸锅 开火 隔水蒸十分钟定型 立马加起放进油锅 只需九点九秒立即捞出 用略小的圆柱顶出淀粉肠 这好像缩水了 没关系 这样看起来就大了 又到精致的摆盘环节了 荤素搭配 切取Paprika 一抹Chewy Oil 好了宝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马加尔勒卡